今天我们来看两台不到15万的优质二手SUV 二手车嘛 要么图一个性价比 买台实用可靠的 实打实的省下钱来 比如这台顶配旗舰版的科迪亚克 要么为了任性一把 买台新车不太保值的小众车体验一番 保证实用的前提下彰显个性 再卖车也不会亏太多 比如这台非常漂亮的DS7 斯科达一直是诺诺非常走量的品牌 以前十多万的二手斯科达SUV 野地是绝对的王者 好了野地车主您可以先划走了 因为现在一样的价格 七座顶配旗舰版科迪亚克都买得到了 至于二手斯科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还不是性价比高 空间宽敞 配置丰富 好用好开 最重要的还有个大重瞑 这些优点在越贵的斯科达车上越明显 所以你看原值越高的斯科达还就越好卖 比如我们今天这台2019款TSI380 七座四驱旗舰版的科迪亚克 2019年上牌 前车主用车仔细 仅行驶3.4万公里 内外橙色非常新 价格14.59万 这可是上汽斯科达再售旗舰SUV的旗舰版 野地价格买二手科迪亚克 想想就爽 科迪亚克一大卖点是大空间 前后排空间都很宽裕 老人小孩做的都很舒坦 咱们这个七座版还能再多在两个人 七座状态下 后备箱还有不小空间 把第三排收起来 后备箱空间更是大到让人空虚 开这车出去玩 想装点啥不行 然后就是这旗舰版丰富的配置了 无钥匙进入 夜镜仪表 座椅加热 自动泊车 全景天窗 电尾门 反正在老旧燃油车上各种值得一提的配置 旗舰版科迪亚克都快配齐了 毕竟那也是指导价26、7万的车呀 当然科迪亚克最让人满意的还是它的驾驶体验 尤其是3804G 三代EA888加七挡湿式双离合 这套动力总成成熟好开 好洋好修 除了自行车自带的标准质保 我们还额外赠送DSG变速箱加强质保 220匹马力 350牛米 官方数据7秒5破百 这可是GTI级别的参数 我们不少客户就是冲着科迪亚克的动力性入手的 总结一下 如果预算10多万买台SUV 家用为主 追求大空间和德系车的驾控体验 买科迪亚克准没错 新旧款高低配 风简尤人 如果不想买个太严肃的SUV 想多少彰显点个性 那可以看看法国的总统座驾 DS7 对 马克龙确实就做这个 非法系粉可以划走了啊 因为如果你本来就对法系车无感 那下面我说的你都会觉得 诺诺的客户群体从来就不缺法系车拥顿啊 不论是C4B加索 还是DS567 反正越小众的法系车 还越受欢迎 和标志4008和雪铁龙天翼不一样 DS7是个更法国的车型 从这台车名就看得出来 2018款45THP李沃利鲜锐版 DS7最让法系粉呼应上的 就是这绝美的设计 除了法国人 谁会变态到把大灯设计从转出来的 尾灯的设计更是一绝 这车在晚上开比白天都好看 内饰的设计同样非常惊艳 你说现在的新势力 有谁还给内饰设计师一口饭吃 除了华丽的设计 这台DS 这台豪华雪铁龙的配置也非常顶 除了各种自动的电动的配置 原车主还换装了高配的中控大屏和电位门 另外这车还带CarPlay 苹果用户可以心动一下了 DS7的驾驶体验也不输德系竞品 和宝马沾亲代故的220匹1.6T发动机 配合8AT变速箱 充分说明了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归宿DS7 那一定是驾驶员的问题 底盘调校非常有质感 再配合这么富丽堂皇的车厢 法系粉一定为自己的选择无比满足 相比那些毅然购入新车的首任车主 您就从容的多 因为这样一台6万多公里的 18年18款45THP李沃利先锐版 现在只要是128,900 哪怕您不是坚定的法系拥躬 也可以没什么心理负担的买来尝尝 看看好看究竟能不能当饭吃 哦对了 同样13万多 这台280两驱旗舰的图越 有没有恰好喜欢的 点赞足够多 我们再单独出一期内容 用车这么仔细的图越 也是很难得呀